現在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下半個月的討論 上半個月我們講到很多有關市政府的措施 以及實質的影響和帶給所有商戶的幫助有多少 下半場我們繼續去討論一些比較一針見血的話題 是否Alec你有片播 還是Ban你會繼續再跟兩位演示 我只是想回到上半場我們講overland了一點 其實我的問題是政府給了這麼多資助 但是好像經濟是有膨脹和澎湃的 但是也有些人叫苦連天的 政府的資助給完出來還有生意叫苦連天 叫苦連天是否應該考慮一下去處理 還有政府是否應該要暫緩對於叫苦連天 或者那些已經殖讓的行業 是應該用另類的方法去幫他 而不是再付錢給他們呢 我想聽聽Michelle和Therisa的意見 Michelle 你說說 其實就是適者生存 如果真的好像Ben你所說的某些行業 其實是否可能要贏得到的 其實還有我們未來的未來的未來 其實也可能未必能夠救得到的 我覺得政府如果再繼續喊貸 其實真的是スタート 所以其實政府我覺得他們才有個部門 他們他們去分析考慮一下 那些是值得繼續多一點去扶持的 有些可能未必足夠的趨勢 我們也不需要浪費太多的錢 因為這份錢都是這麼高的 我們應該如何正確運用 這是我自己覺得 Theresa 表解 例如我是做燭星打雲吞麵 肯定昂貴到飛起 你再要付錢燭燭星的人 燭極雲吞麵將來都是機器用 還要扶持一個沒落的行業 是否應該呢? 其實我是指示例如 除了我們看行業本身的性質之外 其實我相信政府可以發放的話 都是經過銀行或金融機構去做的 其實他們本身都會有一個基本的 你需要提供一些文件 你才批不批這筆款項給你 我相信 其實應該政府 對比更加一個嚴格或更加一個規範的指引 給這些銀行機構或金融機構 去發放這個孔 我就很難去調查哪一個是屬於沒落 哪一個是不屬於沒落的 今天可能疫情之下 旅遊業是不好的 但是可能你沒有疫情的時候 可能旅遊業是百花細放的 你有船河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會議 沒有人知道疫情之後的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我想將這個責任我最好交回 就是要提供公司機構的決定 我想這個就是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了 我們要消費 消費者要有信心 我們付出的代價 是拿到益物有所值的產品 從來看過去這個就是我們的規範 但是今天的規範就是說 我付出我拿到一個安全的服務 我不會帶了一個不必要的病 給一個服事過的人 我更加不想去因為光顧 幫鼓勵經濟而不應該帶回家的東西 那怎樣可以令到大家去覺得 可以有一個安全感 這個認證我覺得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Alice 我知道你在搜索了一些資料 關於一些地方一些國家 在用一些不同 包括我們加拿大 都有一些好像是測試的方法 還有一些現在中國正在用的確認病情的方法 或者是否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有 有 有 對 中時可不可以給我 我覺得搞定 現在 今天 剛才Ben 說過 今天 在這個生意會內有人示威 你說是誰示威 一個前議員 不是一個被德國踢得出這個PC的一個議員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了 他帶了一群人在省議會前面示威 抗議 說政府不應該設定 抗議 戴口罩沒有用 整群人不戴口罩 沒有Social Diction 他說是省府故隆言虛 省府做一些事情出來 挖重取寵 這其實是無謂的口罩 為什麼呢 大家坐著坐著 我們通過鏡頭 當然沒有影響 就算我們走出街 大家看到面 OK 其實呢 你看不出哪一個是帶菌的 OK 其實 心理上 每個人都覺得 就是很多元 為什麼我要戴口罩呢 為什麼要太遠呢 OK 因為很明顯 我的朋友 旁邊左右是沒有病的 OK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就是因為這些病毒你看不到 對不對 但是 西人來說 他們覺得沒事 沒事 而且雖然說有這麼多個案子 但是我也問過很多其他的朋友 那究竟他們周遭有沒有人是 positive 過呢 有沒有人病過呢 OK 大概百分比 我想一千人有一個左右 或者一個都沒有 OK 我自己 在手上 我認識的大概都只有四個 OK 我算是認識多人 所以有四個 我相信很多人一個都不認識 有 positive 的 那你叫那些人來說 他們說要這樣戴口罩 要這樣就不能去吃東西 他們真的會很不順氣的 所以我們只可以就是 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 好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大理方法呢 那既然政府 都可以push 到那些人去戴口罩了 立例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立例一件事 是一個alternity 不需要戴口罩呢 就好像中國政府用那個health code 健康碼一樣 就是說 我見到你 你看到我 我給你看看我的手機 綠色的 OK 你放心 我驗過 我驗過 我沒事的 大家就坐在那裡吃飯 如果 譬如去到那間餐館 入餐館之前 每個人都要照顧你 是驗過的 健康的 有這樣的passport OK 我就很放心去那間餐館吃東西了 先坐在那裡 是 Kelny 我的影片已經準備好了 我可以分享 你可以先拍一下 好 對不起 再來一次 因為它要我忘記了 它的聲音 它要加上那個新的方法 要按摩那個螢幕的聲音 對 那就是 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看 來 在上海 生活回到正常 但是 謹慎還滿足 新的工具 使用來避免 第二次的疫情 QR codes 現在變成了 的信證 讓中國人們 移動 去到一個店 一頓 一頓 保證 健康 這頓 是從 這頓 是 這頓 因為它是 市場管理 你必須要有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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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een Health Code depends on a number of different factors including travel history in the last 14 days for the customers the system is reassuring 我覺得這個比較安全 讓每個顧客 能夠感覺到整個城市 保證 然後讓那些店裡的員工 也感覺到 上海這個城市 是很安全的一個城市 這個影片 其實就描述了 中國現時怎麼做 每個人 是他們要做測試 測試後 他們有一個二維碼 二維碼就告訴他們 說他們是有病 還是是正確的 正確的造型 如果他們去過一些區分 曾經有正確的感染 如果他們完全沒有那兩件事 也測試不到有正確的感染 他們就有綠碼 通常在中國大部分 差不多所有的超級市場 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有 很多餐廳都有 所以你差不多去到所有公共的地方 你已經知道那個人 如果他不可以進去 就不讓他進去 這些全部被控制 如果在中國 甚至有些大廈 你出門口的時候 有人說 如果你不是綠色的 就不准你出街 你回上去 但是在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可行的 尤其是去那些行業的地方 譬如說商會的會員 全部都說 喂 如果我們只准那些是沒有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綠燈的 那就讓他進去 好 然後其實有很多餐廳 民家已經開始 如果有些什麼人進去 他要記下一些人的名字 因為那方面做tracing 其實就是中國那方面 你進去那些地方 你clock in 之後 他已經知道你進去那些地方 這是一個很好的tracing 我不知道加拿大暫時能否做到 但是這個就是目標 應該很快可以無禁 因為那些軟件已經準備好了 只不過是我們用不使用 那繼續吧 Kenny 你 OK 剛才也說了 其實技術來說 簡單一點 你不一定要tracing那個人的行蹤 因為tracing那個行蹤 你要做GPS的確定 沒有這麼多人的GPS確定 去對 這個數據是非常龐大的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些 有location這樣對 record 這個數據就會相對減少了很多 所以其實每一個location 那個 mall 或者那個餐館 或者那個學校 那個商業大廈裡面 他都是登記了一個location 每一個人進去 每一個人進去 那當然前提一定要是全民 在一個短時間內 譬如5、7天都要檢查 一齊檢查 我們要一個開始的時期 如果不是像我自己 我也有去驗過 為了去探望我父母 我有一張紙寫著我 是negative 但那張紙可能是我四星期前的 但這四星期內 可能我接觸過人 可能我戴那個群我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starting point 以後你有沒有接觸過 就開始在那裏去screen 是嗎 我們是否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跟政府談一談 否則 就像阿Ban所說 我們經常把錢不斷扔下水 你明白嗎 我個人知道 在一個安全的營商環境 大家的顧客感覺是安全的 其實這個是大前提 大家都是共同目標 common ground 一定有的了 至於怎樣去這個point 就當然當然要start from somewhere 你剛才在說那個測試 Alec 你有過 加拿大現在的測試 是已經可以有效地支持 其實Catley說得好 其實它要多些人測試 多些人測試 就一定要有一個rapid test 其實加拿大已經approved 了Broadlab的rapid test 其實我可以很快地展示出 可以展示給我們看看 很抱歉 很抱歉 又忘記了 Turn on那個 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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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繼續 不好意思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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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nax now test can be administered nearly anywhere by a medical professional with no extra tools and it works with a free companion app a patient scans their code the medical provider scans the test connecting it to the patient they use a simple nasal swab to collect a sample and insert it into the test kit add the included buffer liquid and 15 minutes later you have a result ready on your phone with no equipment required it can be done in massive scale testing where we can get to more places and more people and more frequently with a fast result and Abbott is working on that OK 我見到好像都還要尿鼻哥 是的 尿鼻哥暫時這隻都是 因為尿鼻哥那裡有些危險性 因為你不知道尿多深多淺 他說是為醫療人員來做的 你要在一個有醫療的地方去做這件事 都不是自己在家自己做的 可以在藥店做的 可以在藥店做的 即是你去到Sophers from Ark 已經可以做的 不一定去醫療醫院 什麼醫療醫院 這些東西真的很快訓練 不是很困難的 我相信不是太困難的 不過也要訓練一下究竟要插幾深才行 是的 是的 Steven 你的可行性是怎樣的 Steven 這件事你覺得是 因為你是剛才接觸了 上星期我們跟Telisa 都談過這個問題的 Steven 你覺得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可行的呢 其實你說 像Candy所說的 一是starting point 全民做一個test 那你就有用 如果不是說做了一部份人 另外一部份人 又不做 那我今天 test 完之後 過兩天接觸了其他人 我拿了東西 但我拿著那個test result 不知道多久的話 根本上就一樣不知道自己拿了東西 所以一定要在很短時間內做了全人類 好像中國青島 一個星期做了一千萬人可以 要做trace 廣州市 一個星期做一千萬人 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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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省都做的 青島 剛剛有幾個個案子 所以馬上再做 整個市再做一次 Miselle 怎麼看呢 你覺得這個可行性 如果叫你去給一個圓圍碼 周圍碼 告訴別人 你覺得你的私隱是否侵犯到你呢 我覺得 譬如中國和這裡很多的系統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可以在中國行得通的 在加拿大就不容易 但這個方向也是好的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是好的 如果政府肯多花點時間 心機去 但我覺得短期之內 我自己認為就不太容易行得通 沒錯 真的不容易 你看這裡 我們現在那個 Test rate 即是他上載的 聯邦政府做的那個 只有5%的人是會報告的 是的 因為他要上載一些資料不方便 所以其實 你只有5%的人會報告 其他95%的人會到處走 在我旁邊走過 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個data capture 這個data capture 就是at the point of sale 意思是你做test的時候立刻上網 然後你譬如進一個 restaurant 進了一個 supermarket 那時候立刻上網 可能是循序漸進 這個概念 其實已經在歐洲已經在討論 它是euro 那些covid 即是有 traveler 它就想有一個叫做covid passport 令到那些人可以travel freely 去到處走 其實這個概念已經在歐洲 只不過我們現在 在最初 可能我們要做少少push 以後就好像3月那時做口罩 一直push到7月 已經大家去做了 可能要一個幾個月的時間 我想問Selisa怎麼看呢 Selisa 可行性 其實可行性 真的不是一時三下可以做到 但其實 譬如一群人都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我剛剛在想 其實 譬如Kenny Wain 一直都很主張這件事 Kenny Wain 可不可以說 在我們公開局會 即是聯署也好 我們私人也好 去一些信件給我們衛生部 或者我們省長 或者政府那裡 給一封信 即是到最後去推廣這件事給他們 可能他們在他們會議的時候 他們會出來說 可能說著說著就會成事 我相信一件事 你不說就一定不會成事 但說著說著會有機會 去取得到這件事 Joe 怎麼看呢 可行性 還有你覺得時間表是怎樣 可行性 因為加拿大是一個 今天這麼多人出來示威都說 反對這件事 根本你不可以叫他們去做 所以這幫人 譬如有十分之一的人不肯的話 你真是全功盡廢的 就是這幫十分之一的人 影響到整個大城市的話 根本加拿大就是這樣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可以做 是 就算立法有時候 有些人不遵守的話 是 就都是有問題 即是 你不同在中國來說 你不遵守 就根本生存不了 這裡你不遵守 就好像很天公地道 你不打口就很天公地道 不可以逼我去遵守所謂我不認同的法例 所以這樣就比較 意念是好的 但是實行方面 我想就算任何一個政府 在加拿大都不遵守 我覺得這個概念 會OK的 只不過是兩個問題 一定會有程度上 好像同類型 就是拒絕口罩的那些人會拒絕 對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價格封率也不便宜 因為你正常要做測試 對嗎 而且它說15元一個測試 當然如果我們要多些 有經濟的測試 但是在同時 始終都是有一個能力 差不多到說15元轉到15元 10元一次測試 都是要錢的 對嗎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到 錢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大家看到我們花了 大概70個Billion 就在SERV裡面 花了30多個Billion 在CWS裡面 我們花了250個Billion 就去救助 如果250個Billion 拿一個Fashion 一部分 那幾個Percent出來 是否可以足夠做到這件事 instead of 繼續把錢放在無方向 跟自己說 前面有菌 我們學打油擊 避免菌去 我們給你一些便裝 逆容 幫你逆容 讓菌認得你躲起來 繼續給錢去躲 你是說 出來堂堂正正跟你捏過 將菌趕走 告訴大家 我們釋認到 誰是菌 誰有菌 誰沒有菌 這些是喪屍 我們可以趕走 如果不是SERV 我們可以繼續做朋友 我們一起可以繼續玩 總共出街 各個懷疑他們是喪屍 然後拿足夠所有的資源 他躲 大家躲躲 等滑地動 躲得越深越好 這個是不是一個 是我們將來未來的走的方向呢 這個其實我相信 剛才說 寫封信給我們的政府 代表了我們conflat的力量 conflat的心意 和conflat對未來經濟的認知 我相信是一件可行的事 Steven 你是最老神之一 或者你老過我 你老過我的conflat 我相信是可以做這件事的 除此之外 我們集合其他 有其他什麼意見都可以擺出來 可以說出我們的concern 可以說出我們的想法 或者跟小商戶 回收他們的意見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 那時候就不用太aggressive 我覺得幾個大城市 GTA Montreo Vancouva 三個城市 如果我們只能專注於Terry 就是GTA 那你說政府可能 就津貼頭三次 假設Ontario 有一千萬人 當一千萬人會出去 那你如果三次 大約三億左右 就補貼 專門可以買這個Test Kit 然後讓它解決 那這三億而已 那些錢還值得花錢 是嗎 是啊 就是很多錢 這個三億是佔多少個百分比 真是一個百分比 一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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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對嗎 至於可不可以 這麼快可以做到這個 三千萬個Test Kit 給GTA 或者給Ontario 有另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件事想提議的 就是大家都很好的 知道在政客那裡入手 但是我覺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個pillar就是傳媒 Alex 你現在是傳媒之一 是嗎 是呀 但是如果你看看西人的media 他們會不會是 幫助我們這件事呢 我想你都不是容易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看Toron Star 任何報紙 他們有沒有說過 譬如今次 中國的黃金周中秋節 有一半的人 六億人口出去旅遊呢 他們通常呢 報導一些所謂 新疆啊西藏那些東西 就很大隻字 但是呢 中國好的東西 他就不會說的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些東西去推廣 他們就會說 這些是Chinese measure OK 不是的 Kenny有計劃 傳媒有 也有些是Asian 有些是Chinese 他們是來自中國 也有 我們在加拿大生活 我們最重要是 究竟 明宣的media 他們是怎麼想的呢 可以 可以 如果明宣的media 是不支持這件事 我們的政府也不會支持的 這些要做些功課 其實有辦法 有幾個 我覺得可以接觸的 其實大家還有 大約就是30秒 Ben做個總結 好嗎 其實呢 首先來講 很多謝各位今天 在抽的時間出來 其實在過去總多的節目 我相信今天的節目 是比較廣泛性 和深入了 是在研究著 一個未來的問題 我們過去經常都在講 過去的疫情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分析的疫情 但是今天呢 就是講 真是怎樣去硬碰 去面對這個疫情 還有怎樣 叫回廣大的國民出來 消費 復興我們的生活 這條是一個漫漫長路 但是 好像大家 在座那麼多的嘉賓講 如果我們不去 開始 就算幾難的路 不去開始 是永遠不會有曙光 無論幾困難都好 我們如果能夠 憑私心於外 一切真是以加拿大的經濟 和加拿大的未來 為依歸的話 無論是主流的傳媒 或者是屬量的傳媒 我相信他們都會可以 把這個信息帶給我們的政府 我們今天的政府 都幾難制 其實難聽的 很難制 今天我們做這個方法 我們如果能夠吃到 它難制的路 其實我們都可以 應運而生 可以順序推奏 也都可以推出這些 我們 今天就講到這裏 好嗎 Kenny和Ben 這個project 全力支持 有什麼需要 好 多謝各位 多謝Theresa 多謝Michelle 多謝Steven 拜拜 Kenny 拜拜 拜拜 拜拜